来我们这个调度器的话 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呢 然后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呀 我们要去给他一个开始的位置 给他开始的位置以后 然后开始让他跑这个 我们这几个类的方法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去写个什么 写个闷 开始的位置 然后怎么着呢 去调度一个东西 启动一个调度器 就是调度 然后等于调度 构建这个对象 对不对 有这个对象以后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开始的位置 调度点什么呀 run 这里边是不是要穿个UIL 给他进去 然后开始的位置 那我们开始的位置的话 就是拿这个第一页 就给他给他就可以了 看着C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以后站在这 那么他是不是就开始了 开始了以后 他会把里边这些内容 都给提取出来吧 那么我们需要完成的 就是这个功能 OK 那么给了他以后 他就相当于是 会跑到71行这来 71行以后 然后会走72行 72行 然后往下走 走了以后 他会怎么样 这加了以后 然后应该是下载器了 是不是 下载器的话 然后我们这边已经下好了 他会返回一个test的 这个都没问题 对不对 下载器以后下好了 以后问题是怎么样 这个提取这 我们好像还没有去 没有解析出来 对 这还没有去写 所以说我们这需要去做一些 相当的事情 那么我们首先看的是怎么样 看这能不能接收到 atmail 对吧 右键 debug 看一眼 卡到这了 卡到这了以后 然后我们看这atmail里边信息 这时候就那信息 所以说的话 我们直接去解析就可以了 那么解析的话 我们是使用最简单的 目前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Xpass是吧 import etree 有它以后 然后我们这 这些信息在哪呢 在哪呢 在这 OK 那首先是有个一对象 e.etree.atmail 扔进去 扔进去的话 我们要提取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内容 第二部分是 uil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是首先 data给它一个 然后等于1.xpass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是uil 啊 i.s是吧 ok data s ok 那么我们这个Xpass 相当是需要自己手动去写了 写的话 右键 检查 把东西调出来 content div 然后 class 等于content content里边的span span的第一个 是吧 然后再要 然后再格式化里边东西就可以了 对不对 啊 OK 好 那么这有了以后 然后相当于是取到了span 然后我们要把它里边的这个字符串 画就可以了 对不对 因不然的话 你这直接用test的话 它可能分成好几段了 就48个了 对吧 原来这个东西咱看 咱写的时候 就也是那个情况 是不是 因为它这儿是一行 又换行 这儿一换行 它就立马就成了另一段了 啊 所以说咱给它分开 直接先拿到span 拿span以后 然后把里边字符串画就OK了 那么字符串画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在这儿 去写一堆处理 是不是还要写一堆处理 那么我们这pass只是解析用的 啊 它只是或许数据用的 所以说怎么办呢 你可以怎么样 写一个什么样 这个pass infor 然后这里边传什么呢 这里边传个e过来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儿去写数据 这才是我们的data 但但这个data应该是什么 span data data的span 然后再去便利它 然后呢 嗯 span 这儿写span s吧 我们这个xpass 现在是不是会取了所有的span 然后这就相对在这儿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要去创建一个列表 一个list 然后呢 直接把我们编例出来数据 全都加到这里边 然后再返回就可以了 没问题啊 OK 然后我们这儿就相当于是span 点 xpass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 格式化当前节点 string 点 那么这就是一条数据 对不对 一条数据的话 然后我们data s 这样 append 给它加到这个列表里边来 这样行了吧 嗯 OK啊 嗯 那么这儿加进来以后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return这个data s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儿直接就是pass self.pass info 把e扔进去 这样就好了 掉下嘛 因为你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去解析那个数据的 然后在这儿去掉下就有了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ul ul的话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在 这一块 检查 ul例 ul里边的 例表 例表里边的a 我贴了 过例下 class等于 等于这个 我贴了 6个 123 4 6 6 6 是6个是吧 234513下一眼 啊 OK 啊 这东西 这东西都没关系 只要它 只要它是只要它是叶码就可以了 对不对 即使说能提起初重复的也没有关系吧 啊 因为我们这边 ul这边给他给他管理了嘛 直接给他去重了嘛 对不对 即使重复了也没关系 OK 那么有了它以后 然后我们要它里边什么样 客服 234513 2 啊 没关系 看着c 复制出来 嗯 复制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应该是拿到我们这个url 哪呢 这来 这搞定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怎么办呢 我们这pass干完活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retend回去 首先把datus转回去 然后url给他转回 转回去以后 然后就相当于是呀 是不是在这就能接收到了 在这接收到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去做数据保存 然后再去增加了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这儿是 他的话 这个东西我们好说 dat这儿还没有写 这儿没有写 那么这个dat的话 应该是多个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那所以说我们这些编例 编例去出费 我就不保存了 来保不保存 保存吗 保存 保存保存就保存了啊 我们就有一次open open然后多暗字 这样test 然后这写什么 w呢还是a呢 a吧 然后encoding utf-8sf 然后把货行款扔到里边去 然后我们再怎么办呢 f.write data 这样就好了 ok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效果 我把这儿打个段点 然后呢 解析这儿 打个段点 我看一下数据 应该是怎么跑的啊 我请请在关键处打几个段点就可以了 邮件 debug 我们这儿进来了以后呢 然后首先是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是创加的这个对象是不是 创建这个对象往这儿创建这个对象的话 所以说要出手画 出手画的话 它是先把这个三把这四个哥们给它创建出来 这四个就走完了 有了以后呢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开始去调用它里边的run方法 对吧 run方法的话 它会把一个url给谁呢 给到这儿来吧 所以说我们再去往下跳到下一行 跑这儿来了 跑这儿来以后 然后我们现在是什么呀 给它加到管理器里边来 那么也就说这里边就会应该是有一个url 这是不是有一个 有了以后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判它是不是有的 有要爬起的url 所以说我们这判断一下 判断以后 然后怎么办呢 应该是有一个 我们都知道 然后进来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 然后我们获取出来一个 获取出来一个以后 那么这时候应该这里边 就没了吧 就没了吧 ode里边没了 然后不是new里边没了 ode里边有一个新的 这说明已经爬过了 然后进来以后 然后它会返回来一个retmail 下载了 下载了以后 然后我们要去解析 解析的话呢 应该会给谁呢 会给我们解析类 解析类的话 无非就是这儿嘛 pass嘛 然后我们去往下走 跳过来 过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上边去解析 解析的话呢 然后我们说这个infor的话 因为它要 它自己在这一行搞定不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去写了 一些相当的方法去处理 所以说我们这又去 应该会跳到这个方法里边来 跳到这个方法里边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看span 获取到所有的span 然后呢 会建立一个列表 这边存放数据 第一次选换span的时候呢 然后过来走 放进去 那么这个span里边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 而不是span data里边应该是存放了一条数据的 就这个 就是一条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的话 我们直接看吧 看这个data这吧 看到到最后能加几条 这看不看得太麻烦了 25条数据是不是就钱加进来了 那么这加进来了以后 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数据就已经有了 有了以后 那么它会返回到哪 返回到这来吧 然后我们往下走一行 走 就返回过来了 返回过来以后 那么这个data里边就有数据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处理了 给它返回过来了 返回来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ur ur看有没有 然后走 走一行 那么这个ur里边 看这个里边数据 2345132 对不对 对 然后考虑一下 我们这这个ur 这提起出来这个数据 你看了吗 是test的这开始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test完了以后 是不是相当于给它反 把这个ur给它放到列表里边 以后 然后直接返回过去了 返回过去了 返回过去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直接加到 addur里边了 addur里边 然后它是不是还会继续 或许 或许以后是不是还会给下载 接下载 但注意一点 这样去下载的时候 它给的这个ur 是什么东西 回来 哪了哪了 这个 那它拿出来的是不是这里边 这个东西 那拿这个东西 它能访问吗 它能下载 不能下载 是不是 少东西 少那个前面那个域名 什么之类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就是 哎 在这找不到 不好找 我们直接写一个 是不是就这个 对不对 那么它取出来的是有缸吗 有缸是不是 有缸的话 那我们直接就是直接拿这一块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处理的时候 这还不能这么干 哪呢 我们data data data pass 这个地方 它要处理这个数据 所以说我们在这 再去写个方法 data pass pass us 然后给它个 e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这去 把这个东西给它复制下来 先写个base ur 吧 等于这个 然后呢 把这个给它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这是相对于是有了这个列表了 有了列表以后 然后我们复好循环 循环它吧 循环它的话 然后我们直接就是 还有一个url4 换专门的一个东西 等于这么一个东西 等于它的话 我们url4 upend face url format 然后url扔进去 但是这 一括号 加上它 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们这取出来的东西是全都是有杠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相当于是在这什么呀 给它的一个前面的域名 然后呢 让它拼到这个大括号里边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词办里边取出的个服给它拼到这里边来 一个一个给拼拼了 然后加到这个us里边来 啊 加进来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就相当于是已经处理好的那个us了 是吧 ok 返回了吗 你返回是吧 没有 ret url4 然后呢 这儿的话 就不用它了 self.pass.us 给e去弃弄 啊 us是 ok 然后我们再看 右键 debug 进来 然后这儿出手画 这个东西的话 反正这几个出手画的 创建对象都没问题 反正看这个有的加括 里头没加括号 都行 然后我们再走 开始的地方 进来 然后判断有没有ul 有 然后进来 下载 下载完以后 然后返回 啊 还没有写信呢 写信进来 数据 啊 直接到这儿 在这us这打断点 过来 数据有了 数据有了以后 然后us这儿是吧 再往下走 一行 看这us里边是什么东西 这回就没问题了 这个没有问题了 以后 然后相当于是我们这时候 把他把这两个数据都给他返回过去了 把这干点了啊 不要了 嗯 返回到哪去了呢 啊 这儿没什么 返回到 这儿了 96行这儿吧 然后我们再上去给他跳过来 哎 没卡到啊 打管了吗 看这个里边数据里边 没卡到是吧 数据已经传过来了 我们在这儿解析了以后 是不是就返回到这儿来了 返回到这儿以后 然后他就保存了 他直接把这个传进去了 所以说他直接卡到这儿来了 在哪儿没等 没打到这儿啊 没卡到这儿了 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再走一遍就行了 啊 OK 然后这儿对他里面进来以后 然后这边开始执行保存呗 因为这里边就是我们传过来的 所有的数据 Date 4 这就是那25条数据吗 然后保存就行了 保存这个不看了 不看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相当于是 这边这个数据有了以后 然后往下走 再去 哎 好像有问题 PASS里边 你都叫C5吧 再看一眼 走这儿 进来 多点数 多点数 又卡到这儿来了 我都感觉我这个段点 是段在这儿了 我们看这时候 U10还有几个 6126234 5129 爬了几个呢 把这几个爬了 我们刚才一直行完之后 他把这几个给爬了 然后这边还有几个 他是给加进来了 对吧 这相当于是2345129吗 然后我们在下 这下边呢 这么长 这么长 12121131110 是不是 然后再往下走 走一看 跳过 保存一波 走 再看看这里边 应该是 又多一个 看谁 保存了谁了 展开 哎 119 再来 多了个7 是吧 再来 再看 加了个6 是吧 也就是说相对什么呀 我们把每个里边这个URL 是不是他就都给提出来 然后自动访问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相对什么呀 现在是我们只需要给一个地方 我们控制的时候 只需要给一个开始的位置 剩下的我们是这里都不用搞 前面都已经写好了 是不是 OK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类这块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处理 对 感谢观看